粉红色,圆滚滚,穿着红色连绳裙,喜欢在泥巴水坑里蹦蹦跳跳 这,就是你我所熟悉的卡通人物裴裴猪 大家好,我是希哥 这个以你人画猪女孩作为主角的英国动画,粉红猪小妹 从2004年开播至今,就在全球席卷广大粉丝的喜爱 凭借着新艳童趣的绘画风格,和简单易懂的剧情深入人心 如今人气甚至直逼在美国藏红多年的海绵宝宝 活泼可爱的佩佩,乖巧爱哭的乔治 温柔宽厚的猪妈妈,有抹风趣的猪爸爸 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角色,呈现一个个童年时期的生活趣事 然而,在大家欢声笑语背后 这部轻松快乐的热门卡通也存在着许多骇人听闻的恐怖传说和诡异事件 根据几名国外的网友表示,佩佩这个女孩真有奇人 也确实生长在一个四口之家 但并不是和动画里所演出的一样,是那么温馨美好的家庭 佩佩出生在一个偏远森林中的独栋房屋 这里人烟稀少,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状态 事实上,佩佩的父母,在怀着她时,一心认定佩佩是个男孩 因此当佩佩诞生之后,重男轻女的父母便对她弃之不顾 只将她随意放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 佩佩在极度缺乏父母关系的情况下独自成长 毫无表情也不会说好的她 几乎是靠着奇迹,才活过了婴儿时期 然而,当佩佩的弟弟乔治诞生后 佩佩短暂的人生,引来重大的转折 家中有兄弟姐妹的朋友一定都经历过手足争吵的童年回忆 无外乎就是争吵临时,尝尝玩具 敲打想到之后,变了又和好如初 然而,对我们来说一两天就翻篇了日常琐事 却是佩佩噩梦的开始 在乔治降生之后 佩佩父母对乔治的宠爱可想而知 他们全心全力地照顾期盼多年的小男婴 几乎遗忘了女儿佩佩的存在 他们有意无意地忽视佩佩 让佩佩有一餐每一餐的挨饿 从小都不受父母待见的佩佩很清楚 弟弟乔治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招惹的对象 因此,他即便被饥饿折磨到呼吸困难 也不敢抢夺乔治的食物 女儿的佩佩只能在夜深人静之际 偷偷地来到厨房 烦找一家人吃剩的食物 并带为地下食中 但这天唯一的一餐 大口大口地吞下肚 一天 意识不清的佩佩在饥饿感的驱食之下 在父母不注意时 用自己存下的厨余 交换乔治的新鲜食物 整件事情因为乔治的一场大病而曝光 佩佩的父母在得知事情后愤怒不已 他们甚至指控佩佩是恶魔的小孩 自这件事情之后 佩佩的父母经常无缘无故地虐待佩佩 只要加种任何坏事发生 他们就会怪在佩佩身上 并以残无人道的方式进行处罚 那医生宣布乔治因为这场病 从此只能卧床时 佩佩的母亲崩溃得几乎失去人形 他一边殴打佩佩 一边大声吼叫着 不想再看到这个恶魔孩子的脸 如狂风暴雨般的虐待之后 佩佩的母亲 初步的抓起满身伤痕 且奄奄一息的佩佩 在佩佩头上套上一个丑陋的猪头面具 并将他拖行到庭院弃职 一年过后 一个迷路的游民意外拜访一户 隐藏在森林深处的人家 他上门请求帮助 亲戚的夫妻俩便答应让他留宿一晚 在隔天清晨离去的时候 游民偶然经过房屋不远处的小栅栏 在那里 他看到了一个不可置信的景象 一个全身沾满泥巴 头戴老旧猪头面具的女孩 和一群猪搏在一起 剔头吃着 装在大铁盆里的厨余和饲料 他不时抬抬看看四周 嘴里一边举着食物 一边发出喊猪烟的叫声 这个景象下得游民一动不动 但随即一个更强烈的想法 闪过他的脑海 一个像猪的女孩 感觉不错 应该有卖点 游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他将这个想法写成故事 故事中所有角色都是有着人类行为的动物 他成功把剧本卖给一家制作电视节目的公司 这个以猪女孩为主角的故事 受到孩子们的喜爱 让原本生活有困难的他一夜暴富 而那个原版的猪女孩 就这样被留在森林深处的黑暗之中 继续过着他如噩梦般的一生 除了关于起研故事的传说外 佩佩珠也和许多致命卡通一样 曾经流传一个黑暗的秘密集数 是一个很少人亲眼见证过的片段 就在Corel的相传中 才佩佩珠故事中 失落的情节 一名网友表示 这是他的亲身经历 因为女儿不停哭闹 所以他决定购买一套 佩佩珠的故事书来安护女儿 这本书附有一片光碟 所以某天晚上 他便陪女儿一起观赏佩珠的影片 但当他播放后 却出现让他不寒而栗的情节 在这个故事影片中 佩佩变成了一个喜欢作乱的邪恶小孩 他四处破坏东西 并且诅咒别人 而猪博马则成为一个头上有脚的恶魔 不但重复着 撒旦这个词 女儿被吓得立刻大哭起来 虽然这名网友马上切断电源 但没想到这个可怕的意外 只是个开端 从那个晚上开始 这名网友的家中开始发生一串怪事 但却找不到原因 最终他在屋内架设监视器查看 竟然发现每晚的凌晨4点钟 都有个类似配备猪的影子死定的镜头 竟然不停喊着 撒旦 撒旦 起初他以为是遭到骇客入侵 但在联系卖家之后 才发现这部被诅咒的光碟 根本不是原本该寄给他的版本 这一张故事或许会有人认为 不过是别人随口一说 但有关于佩佩猪的恐怖情节 其实真的曾在现实中上演过 在我之前的影片 暗黑章鱼歌中 所提到的爱沙门事件 佩佩猪也是受害的对象之一 而在几年后出现的某某挑战 更是躲藏在欢乐之中的童年杀手 国外曾有名家长发文警告 自己有天在帮孩子筛选佩佩猪影片时 发生了极其恐怖的突发事件 一开始是和平常一样的卡通影片 但当影片播放到一半 画面上突然出现一个 凸眼裂嘴 头发稀疏 皮肤苍白的恐怖女孩 这个诡异的画面 让这名网友吓得来不及反应 此时 这个自称是Momo的女孩 用机械的画的电脑音说 嗨 我是Momo 我是你最害怕的Momo 小心 我会在晚上时 出现在你的床边 趁你睡着时 杀了你 看着我的眼睛 我没有骗你 祝你有个好梦 睡完后 Momo就消失了 回到原本配备著的卡通画面 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Momo挑战是几年前 在文物上兴起的自杀游戏 这个恐怖的画面 会入侵到各个影片和社群 尤其是以儿童为主要观众的动画卡通 影片中Momo会对孩子们加以威胁 利用恐惧来逼迫这些心智不健全的孩童 相信Momo的力量 接着对孩子们下许多残忍的指令 用极力言语 促使孩子产生伤害自己的习端行为 全世界已经有很多儿童因此受害 菲律宾一名11岁男童 在校园内自杀 私因是服用过量药物 紧急送医 宣告不治 因为在男童的游览记录中 发现Momo挑战的相关内容 因此他母亲认为这一期的悲剧 都与Momo挑战有关 在舆论爆发之后 有不少人质疑这些影片 其实是在Momo挑战兴起之后 才被二一制作出来误导大众 并不是一开始就混杂在卡通里面的 此外 也有许多声称自己孩子受害的人被爆出都是造假 让这个本来就离奇的事件 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但不论这个其中是真是假 Momo挑战 毫无疑问是继爱沙门事件之后 最经是害手的网络暗门事件 又是加上于孩童心中难以摆脱的邪恶欧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不要忘了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最新上片的通知哦 我是希哥 我们下次见